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至于成年后一直在寻找安全和自由 尝试过上满意的生活 但是他并没有成功 他的一生坎坷而颠沛 让人怜悯和感慨 根据爱宾浩斯遗忘曲线 这周结束之后 关于斯维特兰纳人生的各种细节都会被举世均忘掉 大概只能记得他辗转于莫斯科、印度、美国、欧洲的大致经历 所以趁着现在印象还算深刻 向大家介绍一下斯大林的女儿 她于2011年11月在一家美国养老院孤独的去世 临终前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斯大林一生结果两次婚 共生了三个孩子 第一任妻子叶卡杰琳娜 生了长子雅科夫 第二任妻子纳杰日达 生了二儿子瓦西里和女儿斯维特兰纳 斯维特兰纳身上的悲剧性和不自由感 和她的两个哥哥先后去世有关 所以我们先从斯大林的两个儿子说起 斯大林和第一个妻子叶卡杰琳娜都是血统纯正的格鲁吉亚人 所以长子雅科夫也是100%的格鲁吉亚人 可是到了莫斯科以后 斯大林对他的格鲁吉亚身份惠莫如深 谁要是敢公开讨论他的籍贯问题 总会在某一次大情绪中离开人世 斯大林对格鲁吉亚身份的避讳 连带着对长子雅科夫充满天然的厌恶 他和大儿子之间几乎没有交流 一开口便是训斥和批评 雅科夫因此变得内向沉默寡言 在莫斯科工程技术学院毕业后做了工程师 后来为了得到斯大林的肯定 学了炮兵指挥并加入坎克什服役 二战爆发后上了战场 但是很倒霉被德国人俘虏 当希特勒提出拿他跟斯大林交换贝府的德国将军时 斯大林无情地说 我不会拿一名将军去交换一名士兵 斯大林的做法确实公正 但也确实冷漠 那个时候的苏联 任何俘虏都会被首先质疑是否叛国 连带家属都要被审查 雅科夫被捕后 他的妻子立刻被内务部逮捕审查和折磨 即使他是斯大林的儿媳 身在集中营的雅科夫 无法承受自己带给父亲的失望 更无法想象他将来的命运 于是冲向了监狱的铁丝网围栏 被看守用机枪射死 斯大林的二儿子瓦西利是个顽固子弟 年轻的时候经常在家里喝酒办舞会 带各种各样的人彻夜狂欢 长大后桀骜不逊的马西里加入苏联空军并参加二战 虽然立了战功 但屡次违规独自作战 二战结束后 因为战功和特殊的身份 没几年就成了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 由于他刚毕自由 目中无人 在醉酒的状态下 强迫飞行员再雨天起飞导致击毁人亡 斯大林一怒之下将他撤职 并严厉批评 瓦西利人生失忆 从此借酒消愁 醉酒后经常打架到胡言乱语 变成了让警方头疼的问题人物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 瓦西利彻底失去了靠山 屡次出现酒后犯罪并出言 不逊后被送进监狱不行 后来他在狱中血信给赫鲁晓夫求饶 赫鲁晓夫出于重刑将他赦免 后来他再次入狱 赫鲁晓夫减刑后将他送到喀山流放 两年后瓦西利因为酒精中毒死在喀山 让他厌恶的老大在德国去世 对缺乏教养的老二瓦西利感到失望 斯大林作为父亲的责任 都集中到了女儿斯维特兰娜身上 和两个儿子比起来 女儿乖巧 听话读书认真 而第二任妻子纳杰日达的自杀 更加强化了斯大林在女儿身上的感情寄托 第二任妻子纳杰日达比斯大林小23岁 虽然两人相处并不融洽 但是斯大林盲目之余 经常感受到妻子的关怀 在一次苏联高层家属的内部聚会上 斯大林当众言语粗鲁的羞辱了妻子纳杰日达 同时继续和其他官员的妻子打情骂笑 纳杰日达不止一次 听说斯大林和其他官员的妻子油然 看到这种场面 他无比悲愤 回家后关上门举枪自杀 那年他只有31岁 之后斯大林更加关心 女儿斯维特兰娜 但是他关心过了头 斯维特兰娜发现任何时候身边都有特工人员 既保护他也监视他 斯大林担心女儿谈恋爱 惧怕那种女儿被其他男人夺走的感觉 随着年龄的增长 女儿开始抵触父亲那种无处不在的关怀 他开始毫无顾忌的谈恋爱 但是每一个跟他恋爱过的人 后来都因为奇怪的罪名入狱 再后来斯维特兰娜用结婚来摆脱斯大林 当他有了自己的家庭 就能搬出克里姆林宫 那个让他窒息的地方了 他第一次结婚的时候只有18岁 后来有记载的婚姻还有四次 如果连那些闪婚闪离 没有公开的婚姻都算在一起 他一生终结了六七次婚 前三任老公都是俄国人 第四次他嫁给了印度人 第五次嫁给了一个美国人 遇见印度老公是1963年 当时斯维特兰娜在住院期间认识了 前来治疗费病的印度人辛格 两人相谈甚欢在一起三年 并在辛格临死前不顾一切反对力量 坚决结婚 婚后一个月辛格因病去世 斯维特兰娜以送已故丈夫骨灰 回老家完成死者医院的名义 申请离开苏联前往印度 当他在印度的逗留期结束 必须要返回苏联的前一天晚上 趁着看守和监视人员不注意 偷偷跑到美国驻印度大使馆 在美方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乘机叛逃去了美国 到美国后 斯维特兰娜靠雪和斯大林有关的回忆录 赚了几百万美元 在60年代那是一笔巨款 他买了别墅 经常会见朋友接受采访 过着比较富足的生活 三年后 44岁的斯维特兰娜 嫁给了人高马大 风度翩翩的美国人彼得斯 一年后他生了女儿奥尔加 这是斯维特兰娜的 第三个孩子也是第二个女儿 大女儿卡加 因为他不死而逼的叛逃 终生不再理他 然而婚后他才知道 美国老公其实负债累累 于是他帮老公还债 他卖了别墅 给妻子买农场 跟着老公住在拥挤的公寓中 老公软弱婆媳 矛盾复不完的账单 一切仿佛是个杀猪盘的套路 斯维特兰娜之所以叛逃美国 因为他受够了被监视和束缚 想追求自由的生活 等他过上了柴米油盐的日子 他又无法忽略自己 是斯大林女儿这个事实 也无法忽略那些总要采访他的记者 他们来了他觉得烦 他们不来又觉得冷静 结婚两年后 他跟彼得斯立了婚 得到了女儿奥尔加 损失了大笔金钱 离婚后他加价 回购了原来的别墅 由于手里的钱已经不多 母女俩的生活开始变得艰难 她的热度慢慢退去 后面再写书已经没多少销量 五年后他手头越发拮据 不得不卖掉别墅 到加利福利亚 买了个小公寓和女儿生活 不久他感觉生活困住了他 他无法忍受趋于平庸的生活 又连着搬了几次家 之后开始租房子住 第15年的时候 斯维特兰娜感觉日子越来越无趣 无聊 美国似乎没有给他带来多少自由 于是他带着女儿去了英国 女儿在英国读中学 他过着低调而普通的日子 当心环境的新鲜感过去后 他再次感觉到了和在美国类似的感觉 不自由和无聊 日子让他不知所措 经常感到孤单 寂寞无所适从 于是在1985年 鬼使神差的申请返回苏联 并不顾女儿的反抗 带他飞回莫斯科 此时距离他叛逃 已经过了17年 回到莫斯科后 他跟谢顶的中年儿子韩萱 和没见过面的儿媳妇 孙子孙女打招呼 和昔日的朋友叙旧 当最初的热闹过后 他发现生活和过去没有区别 他依然没有自由 依然在监控下生活 于是他带着女儿去了格鲁基亚 那是他父亲斯大林的老家 在蒂比利斯生活了一年后 斯维特兰娜又忍受不了那里 由于美国绿卡和护照还在 他再次求助美国大使馆后去了美国 女儿奥尔加斯回英国继续念书 去了美国后 他数次搬家 搞费收入一将再将 而他又不懂理财 生活进一步捉襟见肘 他住的房子越来越小 生活水平越来越低 直到他开始借钱度日 这种日子他实在无法忍受 三年后他又低调去了英国 那个时候他既验入人们 对他身份的打探 又无法忍受不被关注的孤独 更无法忍受斯大林女儿 这个光环下的平衡生活 1992年有一位英国记者透露称 斯维特兰娜住在伦敦一个平民区的 普通养老院里 因为费用低 所以每个老人都要参与劳动 要么打扫 要么煮饭 要么清理花园 劳动之余 其他老人守着电话和亲人聊天 而他的电话总是打不通 或者打通后 不知道要聊什么 作为一个精通三国语言的知识分子 他也感觉自己 无法和周围的老头老太太交流 养老院实在太让他孤独了 1994年 他的身影被一名意大利牧师发现 除他在英国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 尝试罪名修女 但是修女的生活 他也没有坚持多久 他既受不了物质上的落差 也受不了无穷无尽的孤独 显然做修女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那之后他彻底离开了人们的视线 根据后来的追溯 这个70岁的老太太离开英国后去过瑞士 去过意大利 兜兜转转最后还是回到了美国 1985年离开苏联 和女儿奥尔加分开后 女儿一个人回英国读书 她大学没毕业就和一个英国人结婚 像他母亲一样两年后又离婚 之后奥尔加为了谋生 做过兼职模特 留水线场妹 房产中介 显然斯大林孙女的光环 对他没带去任何帮助 他母亲曾在美国和哥鲁吉亚高薪聘请音乐家 教他弹钢琴 但是也没有变成生存技能 1994年他返回美国 那时候他母亲斯维特兰娜 在英国做间隙修女 2011年11月斯维特兰娜在家美国养老院里去世 那天他身边没有任何一名子女 养老院设法联系到了他的小女儿奥尔加 奥尔加一周后通过邮件发布了一则复告 告诉这个世界斯大林唯一的孩子斯维特兰娜离开了人世 斯维特兰娜曾经描述父亲斯大林 是个脾气暴躁 控制欲很强的人 据斯维特兰娜的朋友描述 斯维特兰娜本人也是那样的一个人 他女儿奥尔加也是 否则木女俩本应该在一个屋檐下生活 如果作为朋友 斯维特兰娜会是非常合格的朋友 然而一旦成为他的亲人 一切都会改变 奥尔加市场是过他的控制欲 和报告脾气最多的那个人 在父亲斯大林 迷流之际 斯维特兰娜望着已经无法说话的斯大林 认为自己从来没有给这个孤独的灵魂任何慰藉 可是斯维特兰娜还不如父亲斯大林 同样都有三个孩子 在他密流之际 身边没有任何一个子女慰藉他 在他最终闭上眼睛的那一刻 他是孤身一人 我这一生太沉重了 沉重的不堪倾诉 更不堪活下去 这是他对自己人生的总结 好了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 欢迎任何针对本期内容的评论和分享 关注局势军 让我们持续进步 中ай属意! 登陪 登陾 、自审� flies 他会有六丿 对 照専 你 语 吉 许 你